卓西乡运动多功能公园用地 国产署博用提供卓西乡公所绿美化管理 其中一笔新大雨段209地号土地乘租人陈应文 三年前透过司法途径主张乘租权益 今天华联地院请两兆双方到场旅刊见解 乡公所拒绝点交 陈租人陈应文也坚决要求乡公所归还土地 双方不肯退让 顶着上午的烈日华联地院 邀请陈珠玉里镇新大雨段209地号土地的陈珠人陈应文 以及也依法获得国产署土地不用权的主席乡公所 共同依照209地号范围 由玉里镇地震事务所来进行旅刊见解 陈应文要求点交 乡公所则当面提出拒绝的立场 但是要有准 可是有没有准都没有告诉我 我们不知道 还没收到那个 都还没收到 对 有没有准我们都还不知道 有没有收到那个 所以有 我们有提 好吧 那我今天就先领看就好了 陈珠该笔土地的农民陈应文指出 早期以375检株政策合法陈珠土地种植西瓜 但后来因为土地政策的改变 再加上乡公所争取获得国产署同一波用下 使得陈珠权益受损 因此从2019年 他透过了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那个伊礼政策所 后来的话因为政府政策又改变了 把这个产权移转给国有财产署 国有财产署以后就接着管 可是我们这次发生的问题 最大的困扰就是 行政院正不清红照白就将我们这笔土地 用公文给国有财产署 国有财产署现在改变国有财产署 国有财产署将这笔土地的话 无条件的移转给卓西乡公所 变成我们的地突然间不见了 我们的权力也没有了 然而卓西乡公所早期也向国产署合法拨用 包括陈应文所承租的大雨段209地号 土地面积约1.857公顷在内 总共6公顷面积的土地后 也投注近2000万元的经费 重新整地并执在绿美化 成为乡内个重要活动的场地 当初也曾和陈应文在内的其他土地承租人 几番协调获得共识 如今面对陈租户陈应文 财法律途径争权 相公所表示尊重也依法办理 至于上一次的一个判决 有一个补偿金的部分 我们最近已经开始在作业了 就是补偿金的部分 当然也是要给我们的这个 诚信的陈租人 这个大概是我们处理上没有问题 那土地的部分 那因为是不是如果说 我们提抗告了以后 法院是不是会有进入的判决 或者是说法院认为要维持原判 那当然是我们会尊重这个法院的判决 做后续的处理 那原则实际上我们也没有 太强硬说 我们不点交不怎么样 因为它实际上那个土地是 它在地面上是没有 目前是我们是经过整地以后 也没有做任何设施使用在上面 霍连地院也尊重双方的立场 今天警救旅刊 确认用地范围进行见解 陈租户陈英文强调 虽然租约到今年年底 但还是希望能够尽快归还 该比土地的使用权 一例种植果树虎口 而乡公所则针对使用公共土地 却与民众产生使用权上的纠纷 感到遗憾 并表示一切都依法办理 也尊重司法判决 记者是玉兰卓西采访报道